去年台北市路邊停車費重複繳納高達約13萬3000件600萬元 台北市停管處宣布現在民眾在北市重複繳納路邊停車費 可以到停車查詢一站式網站註冊會員 解鎖路邊停車費重複繳納停車費折底服務 過去重複繳費退費的狀況 我們這邊停管處是會透過一個主動的通知 那定期會激發油減去通知民眾 那如果說是透過非現金繳納停車費的造成的一個重複繳費 那我會透過那個非現金管道的方式主動去幫你退費 這個因為一站式的網頁是我們那個前年就已經推出了一個 一個一站式的管理停車資料的一個網頁 那我們現在就是陸續去增加一些便民的新功能 包括過去的五指化的一個申請還有防汛提醒 那目前就是在推出一個新的重複繳費折底的這樣一個新功能 那預計在2月1號這邊也就是今日會正式上線讓民眾來做使用 因為我們從104年就重新陸續在推動非現金支付的一個功能 那目前我們的一個那個重複繳費的建數其實都有在下降 那目前就是去年底有到13萬間 那這個金額其實都比過去都有那個呈現下降一個趨勢的一個現象 北市停車費繳納管道包括超商非現金支付等管道 民眾倘若在超商將代收資料傳輸至停管處期間 又再用其他管道付費就會產生重複繳納的情況 停管處會主動通知退款 但現在也可以將一繳費用改繳其他尚未繳費的停車單 那民眾只要加入會員就可以來做這樣一個申請折底的這個服務 下一個那這個重複繳費的一個折底的功能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先註冊我們的會員 那到我們停車的查詢戰士服務的網站 只要簡單的輸入車號跟姓名設定密碼註冊 這樣就完成了 那登錄之後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現在畫面上的一個功能的頁面 那這個右上方就一個重複繳費停車費折底的功能 那只要民眾去選取為繳納的一個停車費跟去配對重複繳納的停車費 只要符合配對金額一致 那這樣就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來申請 來填寫申請停車資料 這樣就可以完成一個扣底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這邊還是會鼓勵民眾他盡量透過非現金的管道去做繳費 因為他可以去主動的一個政策來去做退費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民眾他可以加入會員的話 那也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機制來減輕他去申請一個退費的一個補免 停管處持續鼓勵民眾以指揮支付金融機構及電信業者 自動代扣繳納停車費 目前使用率已達百分之六十四點六 記者汶君台北報導 有關公開車